35岁有300万存款可以提前退休吗 我替你们问过了上海两组耶稣阿姨 他们的回答很现实 35岁以后啊 就是假设你有300万存款 你觉得可以提前退休吗 300万存款不行 300万存款这一用就用光了 300万还不行啊 那当然不行 300万算什么呢 300万不行 300万你退休你30多岁 你后面到退休年龄60岁 你还30年 30年一年就用多少 300万 30年一年就用100万 一年哪有100万 300万吗 10万一年就10万 不够 一年10万不够 不够不够 当然了 你没病没栽的你还可以 你要万一有个什么事 你哪行啊 那您觉得多少钱合适 没想过 我觉得根本不要想到躺平 你能干就得干 是 你实在没办法干了 你才躺平 你说对吧 那个钱是死钱 死钱这个我觉得 你现在去投资 投资也搞不好 不一定能挣钱 说不定还舍着的 把你300万都搞赔了 现在300万也不好去投资 300万投资 搞不清 现在我们也不同 我们也脱离社会了 也不知道投什么好 但是我 我总觉得现在这个情况 你这300万 你就想躺平 大概 你这以后 除非你 你就不要活了 能干就还要干 对 能干就干 对 既为社会做贡献 也为自己增加保险 就是反正你只要 就是没有到达退休年龄 就一直要接着干 对 能干就干 就哪怕你有再多钱也不行 对 我认为是这样的 但不一定 别人认识 就未来存在风险 你不要用300万 你需要一千 以前不要一百万了 你这两万块钱就捞好了 老百姓就可以过日子了 现在怎么样 一百万也没用 房子买得去了 买不起的 再说是世界总的因子也不好 不赞助你的要来就要来的 您是有这个担心 哎 我又不是担心 老百姓又不管 每天 就今天过 就今天好就可以了吗 嗯 你以前那是哪管他了